我们在这个本地嘛 也有很多那个青年的孩子 然后也在学这个版本 然后青年的孩子 就在我们每次放生啊 或者是台书的时候工作 他们他们都很 就很容易吃苦太累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青年型的孩子们 他们就是容易怠惰 然后再就是那个 情感方面的问题 他们容易比较不容易 就是你自己吃 然后师父 你能对这些孩子们 有些情感上的开示吗 就关于他们这些问题 有些开示吗 他们什么问题啊 就是容易牵入到感情里 再就是容易懈怠 很简单 年轻人懈怠很正常 因为他们对理想的追求 他们对人间的吃苦 他们还不会是完全理解 所以他们懈怠 这很正常 而且年轻人本身 他就是在成长当中学习 在学习当中成长 所以要鼓励他们 在感情上 年轻人自己 什么都不懂 碰到一些有刺激的事情 他们就想做 这就是年轻人 为什么会犯错误 而年纪大的人 不容易犯错误 年纪大的人不犯错误 因为他们尝过了苦头 而年纪性的人 他没有尝过苦头 他才会再去尝苦头 所以这些年轻的人 再过十几年 二十年 他们也是像年纪大人一样 他们也会不去碰 触碰这些比较敏感的 比较让自己伤心的事情 好了 这就是说 为什么年轻人 在碰碰撞的时候 他不觉得在碰撞 所以他们就是可怜的人 因为他们不听老年人劝 他们不听台长的劝 他们在玩感情游戏 他们在玩人间的一些刺激的游戏 他们等到一旦撞了头部血流了 那时候他们已经年过花甲了 明白了吗 师父有的时候 您也是在帽里面会提醒他们 告诉他们说 静姐下去了 下去了 下去怎么办 下去了之后 听呀 要不听就有什么办法了 有些人一辈子 就是不听人家的话了 没办法 救不了的 无缘众生就救不了 那你们今天小孩子还能听 师父的话 说明还有救 就这么简单了 就是我们群里面 也是每天 通过青年群里 就是通过汇报功课 这样的形式 然后来促进他们每天 都来做功课 然后来送小房子 希望大家这样互相带动 能够更新鲜一些 然后希望能够就是都走上一条修心的道路 相互提醒 相互提携 相互帮助的修 实际上就是互为精进 就是大家相互的互动的精进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相互鼓励 大家在爬山的过程当中 有人爬不上去的 你再进一步就到了 你再努力一下就到了 再到了 就相互实际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还是好的 但是千万不能相互在一起讲风凉话 讲扯皮的话 而且到了后来相互还要排挤 还要相互说懈怠的话 嫉妒的话 很快对方会不受你影响 这样的话非但自己没功德 而且还把人家的愿解弄到自己身上来 哦 很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